我們來介紹這個銅 銅它的活性雖然小 但是還是會跟氧起作用 所以還是以氧化物的形態存在在自然界 銅的原色就是純銅它的顏色 它是紅棕色的 熔點算蠻高的 有1000多度 你要溶解它 讓它變成液體 要達1000多度 它是電跟熱的涼導體 延展性 在潮濕的空氣中 會產生銅率 銅率就是 碱氏的碳酸銅 碱氏的碳酸銅 我是去網上查的 這個銅率 碱氏的碳酸銅 不過它有好幾重 這個銅率還不只這一種 碳酸銅 碱酸銅 解釋 解釋說 它含有什麼呢 OH OH根 萬一它如果容易水的話 但是不曉得這個會不會容易水 這個不曉得 如果它有容易水的話 那看起來它應該會有OH跑出來 所以我們才能說它是碱氏的 碳酸銅 這是氫氧跟 碱氏的碳酸銅 像這個銅啦 那什麼鑫啦 那這種鑫啦 它有時候化物的話 有時候千奇百怪 好那這個就是銅率 銅率啊 那我在網上還看到 那個那個日本人啊 以前說這個銅率有毒 銅率有毒 現在有些參考書的話 之前也有人寫說銅率有毒 但是呢 我看那個網上去查 查維基百科 日本人有做了研究 說事實上那個銅率根本沒毒 哈哈哈哈 他那桶根本沒毒 所以有時候這個 有時候我們看起來 看起來那個顏色不太正常 就會很主觀的認為 他要毒了 或什麼呀 他事實上沒有毒 好這樣看這個 這個銅它的導電性很好 它的導電性僅次於銀 通常我們銅線都有什麼做? 就是那個電線 電線我們都是用什麼做呢? 用銅去做 那為什麼不用銀做? 因為銀太貴 銅比較便宜,價格低 價格低的話也不是說很低 它至少也比鐵貴 價格低的話應該是跟銀和金比較 跟銀比較的話,價格當然低很多 所以我們就用銅來當導線 因為它的導電性也非常好 它是第二名,僅次於銀 用銀製造電器 電器裡面的電線 電工業色素 還有各種合金 這合金就有三種 第一個白桶 白桶就是銅跟銳的合金 就是混合物 就是說你把它加高溫裡 把它融化,加一點銳 給它混合起來 這就是白桶 那白桶它用來做什麼呢? 做那個 做這個電阻箱 電熱器 跟裝飾品等等 黃桶 黃桶是銅跟鑫 這是銅跟鑫 這是銅跟鑫 銅跟鑫的合金 這是銅跟鑫的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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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寺廟祭拜的裝飾品等等 還有玩具 那青銅呢 是銅跟鑫的合金 常用來製作餐具 吹具 武器 還有銅像 以前的毛弓鼓鼎 那種銅氣 就是青銅氣 銅喜合金做的